男人长着一只不像人类的手掌 却可以轻松拿起80吨的保龄球 可他的徒弟比他还要厉害 不仅拧断了他的手臂 还将这条断臂当作了藏品摆放 每天都会看着他练功 只见柳龙光将手掌放在白纸上 然后猛地向上一扔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白纸就像变魔术一样 吸在了他的手掌上 看似简单的动作 实则要经历过常人无法想象的魔鬼训练 首先要将会吃人的蟑螂 和充满剧毒的蜈蚣 按一定比例剂量承重 将它们倒在一起研磨成粉 然后加入1000度的沙子搅拌均匀 最后倒上80岁老太太的尿液 同样操作反复10次就完成了毒沙 练完后将发热的手放进尿里再次浸泡 两分半后拿出来就会更加入围 这样的训练要持续两年半 在昆泉中是最艰苦的环节 而无法忍受痛苦的都会被切断手腕 坚持到最后的 手掌就会呈现出降紫色 将手掌轻轻地按在菊花上 两秒半后瞬间枯萎 毒手才算大功到成 如果把毒手打在人的身体上 那么毒液就会深入骨髓 迅速使肉体溃烂 最后整个人都化成一滩血水 而另一边 任牙和烧江在成长小屋里大战三天三夜 直到任牙开启了鬼猫 烧江也开启了鬼爆 这场战斗才打了个平手 而此时门外苦等了三天三夜的柳龙光 终于见到了成长后的任牙 当即就向任牙发起了挑战 可任牙根本没空搭理他 谁知柳龙光却拿烧江的安全威胁任牙 任牙听后瞬间暴怒 既然你想找死那我就成全你 两人来到一处空地 大战一处急发 只见任牙脚下发力 瞬间就来到柳龙光的面前 还没等柳龙光反应过来 自己的小腿就被踢断 可任牙的攻击并未停止 又是一拳将任牙的牙都打掉 成长后的任牙实力大大增强 仅仅两个回合 就将柳龙光放倒在地 可没想到起身后的柳龙光对着任牙说道 只见柳龙光开始摇晃身体 两条手臂就像鞭子一样揉刃如水 下一秒 二十五 准 starting 一 mult二 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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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二十八 二十八 二十八